COVID-19对黄金海岸这种以旅游为主的城市打击很大 很多店面都关了 相信随着疫苗的有效普及 这些店面很快就会恢复往日的人生顶费 这家店原来生意非常火爆的 现在竟然被疫情搞得也关门大急了 我的天啊 现在去找吃的地方都很困难了 该关的基本都关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人家寄包可以在这里 寄存柜 我没看见字 再走两步前面就是冲浪着天堂了 OK这条街就是像我们厦门中山路一样 是不能通车的 步行道 人气好像还可以 转过来看看 这边就是全奥排名第五的沙滩 也是我们沟口排名第一的沙滩 Sofar Pradas 我们来啦 每次来到这边都会碰到不同的街头艺人 在这里表演 有街舞 有唱歌 也有乐器秀 还有屠住的音乐和舞蹈 他们在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街区 轮番上演 你可以大饱眼福 也可以参与其中 这些成群的野生海鸥跟我们人类都很亲近 但你不要喂死他们 本身规定不允许 而且你一旦喂他们 他们会一直紧追着你飞 哇 那只鸟只有一根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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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怜啊 你也看见了 你的鞋呢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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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夜 还不可能 这 cream 黄金海岸面朝太平洋 拥有连绵75公里的海岸线 一年世纪无风也起浪 所以这里是冲浪爱好者的偏堂 Super Prides的名字由此而来 这里的海风清新 没有鱼腥味 这里的沙子柔软细腻 颜色金黄 黄金海岸的名字由此而来 每年2月3月间 这里还会有非常炫酷的职业冲浪比赛 黄金海岸的马拉松赛道 也在这个沙滩的岸上 总之如果你来黄金海岸 Super Prides是必打卡之地 这里是老少街椅的度假圣地 特别适合全家出游 小孩子来到这里就像脱缰的野马 不玩的浑身湿透不算完事 每次叫都叫不回来 这片美丽的大海也暗藏危机 去年刚发生了一起 鲨鱼袭击冲浪者的事件 但这是黄金海岸 自建立蓝沙王以后 62年来 唯一一起鲨鱼制人死亡事件 你不要被我的话吓到 这是极小极小的改革事件 而且它是在鲨鱼的朴实时间 去冲浪 不管会不会游泳的人 面对这片大海 都会忍不住想下水 但请一定要在安全区域内游泳 红旗区域表示危险 不能够下水游泳 沙滩上有24小时巡逻的救护人员 亮澳塔上也有人员 在实时监控游泳区域 如果你想游泳 请在红黄旗之间游泳 红黄旗区域之外 是冲浪爱好者炫技的场所 外海有各种可怕的鲨鱼 内海偶尔有致命的乡型水母 昆州北部还有巨大的咸水恶 但这些都是几十年一次的极小概率事件 而且黄金海岸整个海岸线 都有设立防沙网 你只要在规定的区域内 只是游游泳 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我怕你鸟大变 头顶部时有安全巡逻的直升机飞过 这里也有一个旅游项目 是做直升机游览海岸线 走我们上去 熊孩子叫不走了 我们只能陪他在沙滩上再溜达溜达 天啊 你不要碰啊 这也是 大家看到这种蓝色或者透明的水母 在沙滩上千万不要去碰了 会遮人的 这个还是完全的 你等一下 好了 在这种波涛汹涌的浪里钓鱼 我也是第一次见 起先我以为在这里钓鱼只是钓个心情 并不会钓到鱼 但我跟他攀谈了才知道 真的是可以钓上鱼来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哇 就这个 这个 be careful 这个好像在那动啊 它不钓鱼了 看够了蓝天大海 比基尼大长腿 咱们洗一洗 看看岸上有什么好玩的 哇 哇 好酷 哇 哇 你看有流浪汉睡在那里啊 应该是流浪汉吧 不会是来沙滩上玩的睡在那里吧 也不过 いや 有了 这多方 ain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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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